这一次布林肯的访问是两天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明天见到习近平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 但是习近平不管有没有见布林肯 在此之前他先见了这一个人 Bill Gates Bill Gates这次来 当然他是用基金会董长的名义 可问题是 你看看 从比尔盖茨到先前的马斯克 其实这半年来 已经有大概40位的大老板 美国的大老板访问北京 这代表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像习近平讲的 基本上民间的交流 他既是乐于看到了 他信任于民间 他也期待民间能够给一些友善的互动 大陆官媒就讲了 这个其实是在释放一些讯号 包括什么 包括外资还是一直有在进来了 这个数字蛮明确的 法国 法国你会说他现在要走自己的路 说他现在对华投资 据说从今年1月到5月 他是增加了有4倍多 百分之四百二十九点七 不是只有他 英国 你会觉得很强硬 加拿大 你也会觉得最近态度很多 对华投资都有超过过往的百分之一百 那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样的讯息呢 甚至还有人在讲 讲说现在美国布林肯来到北京 可能也跟钱有关系 因为最近美国财政部有一个数据 说6月16号美债已经首次超过了 32兆美元 这比之前讲的预期早了有9年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着经济是不是还是很不好 也代表着他们的通膨是不是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费的呢 继续的在加息当中 好 未来要怎么办 这个皮德森基金会就直接讲 未来30年美债有可能是增加127兆美元 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2053年利息成本就会占他们四成的联邦财政收入 这个国家真的撑得下去吗 有没有可能这次布林肯来的时候就直接讲 美债可不可以不要再卖了 先前呢有在买一点点 但真的只有一点点 那最近又开始卖 能不能不要再卖了 2009年的西拉蕊 据说就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他呢当时在访问 结果呢回到美国之后 要求中方继续买美债 那他的讲法是 中国持续投资美国 就是体任两国彼此依赖 修气与共 就是我们是好朋友 那你就要帮忙我啊 甚至还说那个时候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还在访华途中 跟时任的澳洲总理陆克文讲 讲说我们在竞争上 经济是竞争者 但是其实他也是我们主要的客户啊 所以我怎么对他这个美债大买家 极言利色 哇这句话讲的还蛮直白的 华春莹呢就在自己推特上面 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如果谁想伤害中国 而让自己不受伤 那就是痴心妄想 确实啦 现在用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 中方是很多人第一大贸易大国 而且呢他在国际上头 也开始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些组织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金砖银行 金砖银行现在是在上海 好可是呢今天有个报道 讲说如果他们要挑战美元霸权的话 可能会失败 原因是因为在俄乌战爆发之后 因为俄罗斯呢 他们现在有在很多的这个 受到的制裁等等等 所以呢在金砖银行 这一次的募集的整个过程当中 会让华尔街这边 比较不敢借钱给他们 因为怕他们的偿还能力有问题 再加上他们不想要用美元的话 那要怎么办呢 有没有可能这个钱就会卡住 或者是钱借不出去 还不出来 债务会出现问题 变成僵尸银行 而普京呢在这个时候 必须要思考的更多 是包括了俄乌议题 原因就是乌克兰战争持续的在打 他就特别讲到了 说呢他觉得俄罗斯离不开中国 还有的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说要加入北约 结果拜登的讲法是 没有捷径这么一件事情的 我们不会为你做出特别的安排 同时呢普京还在呛 你如果让他加入北约的话 那我不是会跟你不客气了 甚至你再给他武器 就会爆发激烈的冲突 毕竟现在他也已经把这些战术核武 通通给白俄了 大家都在布局 那整个反攻如何来思考 因为呢现在乌克兰的反攻呢 说还需要200公里射程的武器 那如果美方或是欧方这边 没有办法再给他们东西的话 这场仗要怎么打下去 而纽石的说法则是 俄军已经从上一波错误当中学习到 所以现在乌军想要反攻 可能会更加棘手 这场仗打到目前为止 虽然中方已经开始介入 希望能够和谈 但这能够谈吗 彼此之间各有立场 回过头来请教政员委员怎么样来看 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开始谈了 可是我们会发现 民间商业界动作更明确 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态度很清楚 你现在美国的政客 美国的政府都一副杀戏腾腾的样子 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比尔盖茨 讲了既希望于美国人民 的确的美国人民跟美国政客 跟政府之间的态度经常会不一致 这一次接见的比尔盖茨也好 马斯克也好 Apple的执行长库克也好 这些华尔街响当当的人物 在美国社会里面只受警揚 不受批判的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影响 美国人民的能量 所以在这里 尽管美国的媒体在怎么散动 习近平还是对美国人民 抱了一份的期待 希望这个期待可以突破中美关系 带来所谓的健康的轨道 但是问题来了 美国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借钱 发行美国联邦政策公交就是借钱 跟谁借钱 跟中国大陆借钱 跟日本借钱 以前还可以跟欧洲借钱 可是欧洲现在很糟糕 跟英国借钱 英国更惨 英国也要跟人家借钱 你一方面要跟中国大陆借钱 二方面又要打压中国大陆 这两个基本上是一个 互相矛盾的动作 激起大陆的民主情绪的时候 对于中国政府要借钱给你 大陆也会很强的 内部老百姓的反弹声音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政府 也要怎么样 寄希望于大陆人民 所以这种困难的环境底下 希拉里讲出这话 也没什么好意外 华春天讲出了心中话 就是你想要伤害中国 而不因此而自己受到伤害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晓得美国人听懂没有 他美国一直以为我拳头大 我力量大 我打你你不可以吭声 你比如打在地上你不可以反击 可是事情上还没有那么单纯 可能美国人想太多了 这有人说金砖银行缺美元 怪成僵尸 意思是金砖银行借不到美元 我不晓得这些写篇文章脑筋在哪里 美国联邦政府都跑到中国大陆借美元了 怎么会金砖银行借不到美元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美国想要用这种小游戏的认知作战 一几个媒体人随便写文章 只会让人家看出你的白目跟物资而已 台湾的上报跟的转折 上报也真的是没什么水平 回过头来 我们讲说普丁他承认 他说我现在是俄罗斯 跟中国交往 当然会有依赖中国的情形产生 可是你欧洲没有吗 你美元没有吗 这种相互来往一定会产生相互依赖 也会产生相互伤害 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拜登公然拒绝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的问题是阻挡拜登 连任的最重要的因素 就像新冠疫情处理不好 是川普无法连任的唯一的原因 但是拜登难道自己还看不出来吗 如果说在今年年底之前 俄乌战争没有办法结束 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还算可以的结果 拜登明年想选美国总统 连任希望大概就已经 现在可以宣布再见 乌克兰再给他什么200公里的武器 他问题不在武器 给他爱国者飞弹 现在发现爱国者飞弹不行 给他海马斯 现在发现海马斯也不行 然后给他包围坦克 现在也不行 好的进步的武器 到了乌克兰军队里面都不行 原因在哪里就很清楚了 我们先进一家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好 我们刚刚说了 俄乌战的是要持续的在打 可是乌军开始有一些球员 说武器不够了 但是大家也在讲 俄军已经学到了教训 所以这一场可能乌军会更棘手 来请教舰长怎么看 首先我想谈一下 拜登说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 要没有捷径 就是要按照正常程序 我就查了一下正常的程序 就是说他有没有什么条件 有 他条件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这个国家必须是民主的国家 这个国家必须对防卫有所贡献 不能我进来我什么都没有 就靠你们来防我那也不可以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那个比较严重 就是说你不能是参与区域冲突里面 就是你现在在打仗 你一加入北约 所以我们是不是所有北约国家 都要来帮你去打了呢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拜登其实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不太可能 不然一下子 既然我们通通都有责任 要去保护你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这种跨国公司 他一定有个很大的一个研究机构 大家今天我举个例子 我要投资300亿到这 我怎么可能忙那个糊里糊涂就去投资 他们都会去做研究 最后研究觉得是不是可以投资 他是不是稳定的 那今天中美在争霸 其实真的就是经济的霸 你知道不是比赛谁会打架 打架没有用 谁有钱谁未来有钱 那依据从2017年1月川普上任 因为全世界衡量这个经济就是GDP 从他上任开始 2018全力打开始 17年中国的GDP占美国的63% 2018年到67 再来维持67 再来到69 再来到76 再来到73 就是去年稍微降了一点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封控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在 要例行打零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美国的升息 美国升息让别的钱币都扁了 所以一下子去衡量 他的GDP的时候 别人都没有实质到那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这样去看看 看的话 他一直在向美国这里接近 然后最近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叫做金科宇 他写了本书 叫新中国经济的游戏手册 在欧美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是哈佛博士 以及伦敦政区学院的 终身系的一个教授 他就讲说 只要中国以每年1.5的 这个追上来的话 十年可以追过美国 今年的第一季 中国是4.5 美国是1.2 1.3 已经超过3了 从此可看 这场经济的争霸 中美争霸 中国一定会胜 最起码这些所有跨国企业 认为中国会胜 好 我们等到广告回来 我们要请卓老师 来帮我们做总结 好 新闻最后 我们要请卓老师帮我们总结 好 我觉得还是关注乌克兰战争 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 现在进入僵持期 尤其最近七个非洲国家的领袖 跑去莫斯科 他们先到了基辅 然后再到莫斯科 跟普京会谈 那也谈到了就是说 希望能够 双方能够停战 那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 各界包括这一次 布林肯去大陆 大概都会谈到乌克兰的问题 因为乌克兰战争再不解决 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没办法克服 世界经济就会掉入这个衰退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乌克兰想要积极地反攻 可是你看 乌克兰虽然动作也很多 但也有一些成果 可是其实整体来说 都非常有限 因为乌克兰的目标 大概就是说 在这个东南角 这个乌克兰的东南角这边 能够切断克里米亚 跟俄罗斯本土之间的连接 特别是从克里米亚 到顿内斯克这一段路 但是呢 俄罗斯又在加强 它的这个基础建设 然后呢 乌克兰这边缺乏 这个人力不足 那俄罗斯这边 当然它人力 相对来讲是比较充沛 所以整体来讲 是乌克兰有进展 可是进展没有大到 可以扭转战局 那么再这么拖下去 西方各国能不能持续的援助 这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西方各国的援助 一旦中断 乌克兰的反攻的动能 就会下降 只是说双方怎么样在 俄罗斯坚持 一定要保留这四个州 跟乌克兰坚持 俄罗斯一定要全部撤出 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到一个中间点 让双方可以能够 最起码停止战争 那么大家再慢慢去协商 后面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如果能找到那一点 大概和平就看到了曙光 不过